最深刻印象和馬會結束 應該就開始我幫忙做一些慈善活動 我太太在補樑做到主席 我自己在公積金 亦都是一個主席的身份 就發現原來馬會是支持慈善機構很多 還有年年都捐很多錢給一些大人的錢 自己加入了馬會之後 我就多了入馬場 馬場原來碰到很多朋友 原來他都是馬主 都是Member 原來我們養隻馬 增加頭珠 都可以令馬會增加慈善收入 幫到像馬會一個那麼大的機構 可以有很多就業的機會 一開始就大家夾訓養馬 其實當時我們談婦女人袋日 代表性是女性 我自己做生意的行業 我想都是九成以上是做女士的生意 所以我覺得很適合我們做官名贊助 我們很想令到女士都很投入在賽馬那裡 大家都扮得很漂亮地去 這個我想都帶動到很多年輕人 包括我兒女的朋友都很年輕 一起去參加這個賽事 我記得做完第一年之後 很多嘉賓已經問出年什麼時候 記得好玩 這個我們都覺得是成功的了 我自己身為馬主 以前有時候馬在香港跑得沒那麼好 都試過運回紐西蘭 讓它休息三至四個月 又再回來香港 因為那邊的環境不同 現在有了松化之後 設備性跟外國的環境一模一樣 更比外國好 這裏馬師寧願在松化那裡訓練 還有有些傷患的馬 其實松化的幫助是很大的 那裏的設備和醫療都很好 對我們馬主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之好的貢獻 現在我想香港的 只是說單一的頭轉眼 就是數一數二 還有香港現在搞的國砌賽 我想在全世界的獎金 都頭幾名了 還有現在香港馬的水準 的確是提高了很多 這個馬照牌真的說得很好 馬照牌之餘的水準 都是不斷提高的